今天晚上我們持續要關注的是攸關臺灣未來的發展 也包括跟區域局勢息相關就是2024臺灣的總統大選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到兩位貴賓 從歷史縱深來出發要看看臺灣的國家認同 公民意識跟民主選舉 這真的是一場戰爭與和平的選擇嗎 這真的是一場財富與貧窮的選擇嗎 臺灣從1987年解嚴到現在算一算36年的光景了 我們現場的兩位來賓 首先是著名的詩人作家李明勇先生 他是第41屆行政院文化獎得主 在文化評論質地有深 也翻譯了許多國外詩人的作品 他從1969年所出版雲的語言 到今天超過半個世紀作品相當的豐富 光是從去年2022年他出版了死滅與再生書帖集 包括了《永探調》《戰後台灣現代詩》《風景2》等三部作品 今天李明勇老師毫如試圖從戰後的臺灣的脈絡 包括他以詩人作家之等非常敏銳 包括本土關懷濃厚的心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民主選舉的盲點 歡迎李老師 主席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李老師 李老師是特別半時間來參加REAL TALK 第一位來賓同樣重量級 他是李曉峰老師 李曉峰老師過去在小君XL Plus多次一晚來判斷 他是沒有在重責任的 但我也知道他對臺灣史情有獨鍾 特別是在日治時代跟戰後的民主運動史 李曉峰老師他是著作等身 從1978年一個大學生的覺醒到現在 始終創作不斷 政治評論尤其是一針見血 李曉峰老師今天晚上要帶我們從三個面向來看看 臺灣的民主 比如說臺灣的民主政治能維持嗎 臺灣有著一般民主國家所沒有的現象嗎 臺灣真的可以維持政黨政治嗎 換句話說 共同來思考的是 在明年大選之後的臺灣 明年大選之後的政黨政治 明年大選之後的臺灣的民主國家的維持的 過去的民主政治現象會繼續維持嗎 來曉峰老師 小君好 大家好 台港好 拿哀好 大家好 是 最近拜讀了兩位大師的作品 深感到臨時抱佛腳 一切都有點來不及了 不過不管怎麼樣 我今天只是個配角 兩位大師的精彩對話 我相信是精彩可及 不過在這場選舉當中 我剛剛特別提到 政治戰爭與和平的選擇嗎 還是所謂的發財與貧窮的選擇 我們先聽聽看 被認為 一方面說 他像是淚參選一樣 國民黨現在的狀況好像是淚開戰 國民黨至少是一個百年政黨 未來真的在這場選舉之後會遭到裂解嗎 我們先看在屏東 這是郭台銘 他是非國民黨黨員 有人說他是從中國再從商回來的大金牛 而且是超級金牛 他一年的一個鼓勵可以高達92億元 那這樣的一個企業家回到台灣參選 帶給我們的思考是什麼 我們先看一下在屏東這個場合裡頭 我們看到人數還相當的多 究竟他的治國理念 所有的閱聽大眾 包括有選舉權的觀眾朋友 你們看清楚了嗎 來看看這個大現場 民進黨完全執政八年 兩岸兵凶障礙 經濟急速退退 年輕人要去戰爭 八生貪無錢 農產病 產消失靈 外銷金額衰退 我們八生只有苦不堪言 但更多的是 大家怒不敢言 台灣阿民在這裡要問大家 我們要漸漸愛是好朋友 要合一 我們要有錢還是要賣嗎 有錢 我們要吃錢的賤物 還是要青年的賤物 青年的賤物 我們要共同的打拼 團結所有的力量 做出正確的選擇 下架 傲慢獨裁 賤錢 共同的各位民進黨建物 只有大家團結合作 組成主流民意大聯盟 呼應人民的期待 推出最好的人選 在總統與立委選舉 徹底下架民進黨 台灣才有希望 中華民國才有未來 大家說 大家說中標 好 先請教李明勇老師 這真的是一場 戰爭與和平的選擇 財富與貧窮的選擇嗎 我看到這個報道的時候 我覺得說 台灣的歷史發展 哪有這種 籌籤的政治人物 要競選總統 我們知道 總統選舉 在台灣立選 已經進去第八回 在196年開始 總統立選 這中間 民進黨 國民黨 都有輪流接種的機會 所以台灣幾六年之後 就是邁向一個 總統立選 開市的民主法的時代 所以我看到 他這種發言的時候 我在說 這是主流的民意 我覺得不是 這是一些很粗陋的 政治委員 這讓我想到什麼 讓我想到 台灣的民主法之後 第一次 在台北市長選舉的時候 國民黨 推出的民選 就比國民黨裡面 發理的民選 調整 就消控 所以那個調整三下 所以第一次 斬水米 東選台北市長 那是第一次 這讓我感到 政中政地 在那個地方 出現到 自民政策 和那種問題 就是說 沒有原理 民主法之後 透過民主選舉裡面 去接受 人民選出來的 政治 地理的人 第二次 第二次 是兩千年選舉 是 宋初如 那時候也出來 調整國民黨的 好選人 那個部分來說 我覺得 背後 也有一些 我們那個 人民統治 這裡 有一種 藝術 在那裡 那裡也 提出到 鄧水米總統 雖然 第二次 他沒有選到 但是因為這樣 三下 競段 他選到 兩千年 的 台灣總統 進行政中 論體 這次我覺得 國民黨拿出來的 臨選 他受到的 條件很多 這個條件裡面 過代名 他的角色 給我想到 中小空 送錯如 當然 那個 後悠義 他有很多 其他的條件 讓他沒辦法 變成 優勒的 國民黨的好選人 但是 背後 會那個 對中小空 跟送錯如 跟現在過代名 這都代表 某種的 自民統治之外的 藝術 我就說 要有錢 不需要戰爭 我想這種問題 放在 問題的選項來說 是很幼稚 要賺錢 要有錢 或是說 要給朋友 每一個人 我覺得他的選項 都是這樣 但這是 負合到過代名 的問題 本質 他只不過是 用於這個問題 來對 現財民主法廖 出對 台灣人 委託的民進黨政府 的一些 公共 我沒有認為這個 公共 真的有 主題性的 台灣的 國民 會把這個 部門動作 一些 真實的違憶 我認為這是一個 我的感受 台灣的 政治改革 他存在到 自民統治之中 在台灣 勞辱的 中華民國體制 那個體制 本來是 一級市民 在中國 被中國共產黨 武當 推翻 他們另外去 中華人民共和國 臨後台灣 這個中華民國 來台灣 河調 強迫台灣人民 的環境 所以 如果要說戰爭 主黨對中國的 調整 是國民黨 在台灣的環境 時代 李政委總統 要下臨 是他放棄 出銷 台灣民視條款 全國在河平 跟中國的關係 也先臨中國 新的國家 體制 也拿出來變成 敵術的兩國輪 這類的 是要調動戰爭嗎 這類的 不是要繼續維持 台灣戰爐 敵術的經濟發展的成果嗎 我覺得都是 是誰在破壞這個 我們看 應該用這個部分 來去複刻 所以政治人物的偉意 我們必須用很清楚的 意義的脈絡 來看 這種是對議員 沒有服氣的質疑 所以 郭台銘這次的表現 因為第一次要選總統 第二次要選總統 所以這兩次的理解 我覺得他並沒有生長 一樣 還會讓台灣人替他踢球 因為政治 政治人物 政治得 不是像這種態度 可以去抵達他 想要去講的 真美的 那種的 口號 不是這樣 提到這個部分 所以小鵬老師 您自己覺得 這樣的一個參選的過程 這樣的人物 帶給我們的思維是什麼 的確台灣從1996年到現在 已經邁入第八度的民選總統了 在東歐許多國家 面臨到也是解嚴之後的 民主化的過程 同樣是在這個民主化 面臨的選舉 他的選舉 應該是個路線之爭 可能左右路線爭議 可是在台灣好像不是 台灣屢屢的選舉 都是再一次撕裂 而且呈現的是 好像你要選擇台灣 還是中國 那這樣的候選人 帶給我們 這是民主過程裡頭 一種進化的過程嗎 小鵬老師 我想對於剛才他那段話 是 我有一點 補不掉 就是這樣說 是非不明 我們看到他 問說要和平還是要戰爭 我說這是在給誰打臉 給蔣介石打臉 當年你們的蔣總統 我救命共匪 反攻大陸 你郭台銘怎麼回應的 你是說蔣總統萬歲 你今天忽然說我們要 民進黨主政就是要戰爭 我們什麼時候主張要戰爭 我說要戰爭誰要發動戰爭 習近平 你這段話要去跟習近平講 說我們要和平不要戰爭 你怎麼會對可能哀打的人來說 我們不要戰爭 這到底有什麼問題 對不對 而且你是在打臉當年的蔣介石 OK 再說回來 他說我們要清廉 我說 你這個清廉時大家都愛 你這個口袋 說民進黨就是不清廉 我說我們研究學問 一定要講證據 要根據那個事實的證據去做結論 你雖然現在已經退出了國民黨 但是你基本上還是一個泛國民黨的陣營 那我們如果談清廉的話 這個標準很容易查 你去法院調出來 把這個有民進黨之後 法院裡面有關貪污案 你全部調出來看 然後比例出來哪一個多 那不是跟國民黨贏而已 那是懸殊比例 那些貪污案絕大部分 我不是說大部分也是 絕大部分都是國民黨 你不是你去查 你如果不是這樣我身水給你贏 是這樣 然後我們去看會選案 要買票案 看哪一個黨多 絕大部分是國民黨 誰比較清廉 奇怪你忽然用一個帽子扣下來說 我們要清廉 要清廉的話就不要選國民黨 更不要選你這樣的人 你今天有多少財富是放在中國那邊的 所以 而且更好笑 他說現在民眾怒不敢言 台灣民眾怒不敢言嗎 我看你們的電台 你們農曆的威怎麼會怒不敢言 如果怒不敢言的話 我們的自由度很低吧 可是世界公認我們自由度多少 Freedom House公布2023年台灣的自由度 94分 那個中國9分 我們台灣94分 一個94分被Freedom House列為自由國家的台灣 人民怒不敢言嗎 不敢言嗎 因為這個是亂講 這完全是在扣帽子亂講而已 然後說我們要打倒獨裁 罵蔡英文獨裁 奇怪 蔡英文是民選總統 這八年來 都是民進黨主政 可是這個民進黨的政府是民選的政府 你可以隨便罵他 甚至侮辱他什麼都可以 你罵他獨裁 那我要問他 當年蔣介石不獨裁 而且世界公認的 甚至還罵他說他是屠殺者 你為什麼沒有說他獨裁 你反而喊蔣總統萬歲 所以這個人價值完全錯亂 用這樣子 用那些口號 用那些形容詞 在侮辱人 在誤導 我說這個很麻煩 那如果你這個人這樣子亂講 也就算了吧 是 問題是我很難過的是 下面有一群人 對 你們沒有能力判斷嗎 那也就是說 這些人沒有歷史感 過去國民黨是怎麼發展出來的 你都忘記了 你們要消滅共匪 你們當年被稱為黑金政權 你都忘記了 現在把這些帽子 全部扣回給民選的總統 扣回給本土政權 你們的是非是什麼 所以沒有歷史記憶嗎 沒有歷史記憶 我覺得這是這樣 就是說 利用民主化的條件 去提出不實的指控 所以他講這些話 不真實 為什麼可以講這些話 就是他在批評了台灣沒有自由 他是利用台灣民主化的條件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 他們現在出來選舉 有人覺得 民主化定義台灣的國家法 所以他們對民主化 定義台灣的國家法 這個發展 他們撞不住 撞不住的是 我們剛才看那個 對幾千九百九十六年選舉 到現在的總統選舉 台灣的枯水 台灣是走向一個 跟中國不一樣的國家 走向中國不一樣的國家 走向中國不一樣的國家 並不是靠以前 國民黨 正經過時代的環境的口號 和概念的體制 去靠民主化 所形成的台灣的社會的氣氛 跟世界對台灣 對民主化之後 那個國家條件的認同 那個國家條件的認同 我看得很特別的發展 就是對聯合國 對那個 跟中國美國看得出來 要去成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時候 那個台多 二七五八號 決議完那個時候 對 那個台多當然是 它有保留 台灣的地位 無法 或 決定涉及中國 但是那個時候 有期待 中華人民共和國 可以走向世界接受的 一個可以認同的國家 但是他們發現 中國 遭逐民主義法之後 立到一些經濟發展之後 他的心態 並沒有走向世界文明 民主法這個條件 所以他們現在 我們回來覺得 定性 台灣這個 本來比世界的放棄 我們台灣人 這 生活在台灣人的 人的打拼 在經濟和政治改革 裡面 都形成一個 世界最注目的一個國家條件 所以世界現在 用各種不同的關心 來支持台灣 當然 接近 我們 古特的國家法庭 還有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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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問題 但是台灣 所有的人 我覺得台東所有的人 都會 提醒台灣 走向民主法之後 發展開 改革 之後 這個段的改革 這段本來是 生活在台灣 不管 我們早來萬來這些人 共同的努力 形成一個 國家共同體 因為我們知道 社會是一個 共同體 但是國家是 法的社會共同體 國家跟一般社會共同體 都不一樣 它有法的 所以台灣在這個 走向這個 樓庭裡面 我們現在 最大的困難 最大的問題 都是來自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對我們的 一些答案 這段 反正回來 在那個 過台面 還是在 反中國國民黨的 反中國國民黨 還是包括現在 那個 標榜第三系列 他都把這個問題 放在我們台灣 本身的問題 我想這是 違背的 歷史發展的 屬性 所以我 我覺得說 台灣要很認識 我們很好不容易 發展出來的 自由民主 民主發料 國家條件 我們當然有我們的困難 但是不管 政治 經濟 來看的是 特別是過台面 他經常用經濟問題來 台灣的經濟發展 在世界的屏蔽 裡面 我們是在兩百 左右的國家裡面 我想我們是五分之 政策的國家 所以我們沒有理由去 對我們台灣的經濟發展裡面 拿出來的 像這種奧義的 培評 所以 他所說的 這個偉意 看起來都很漂亮 但疑點的偉意 跟現實 脈絡的偉意 不同 疑點的偉意 說 你要自由嗎 還是要轉折 台灣要自由 你要有錢 還是要散吃 台灣要有錢 你現實的脈絡 不能用二點的脈絡來去說 這是對文化上 我覺得 台灣的國家發展 最大的危害就是這些人 社會 還是國家的構造 由文化 經濟 和政治 政治是結構條件 這個結構條件是影響到社會裡面 經濟過道 和文化過道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和社會一樣 我們人都有 我們人的肉體 就是物資條件 這是社會裡面 我們在說政治發展裡面 物資基礎 第二就是心靈 就是文化條件 就是意義 國家是在意義的條件裡面 有很清楚的解釋 什麼叫做國家 國家就是一人人 在一個環圍裡面 它形容是在共同體 這個共同體有法的條件 的共同體 國家還有進去近代文明裡面 對專制 對近代民主主義的國家 所以台灣是最對 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 是一個自由民主 不是專制的國家 所以在自由民主的國家裡面 竟然有在這個地方裡面 大自分家 在向台灣人民 拿出來變成說 為了我們自己 從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條件來過 我們是一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台東所的人民 我想他們想 希望可以像我們台灣這個國家這樣 我們不應該翻到回來 去形成 那是對中國通知者的 一些慘味 不是對中國裡面的 優惠 我常說台灣很多現在在說 親中國 我說那不是親中國 那是親中國的通知者 我曾作義發表一個 劉小波在胡亂摩沙 我說台灣現在很多對中國的親中 特別是國民黨和相關的 一些民進黨以外的 很多政府 他在說親中 他在說親中兩種 一種就是 親中國的通知者 全世界 那不應該 親中應該是 以前宋初臨 也說在新聞局裡 說中共非中國 是 因為現在親中是親中共 你說親中國中國人民 我相信 他那麼多人裡面 也有人希望 可以擔作自由民主 台灣的自由民主 會向中國人民 證明說 如果我們說是華人 還是說他的中國人 台灣也有這個身份 所以也有可能擔向自由民主 我想這是一個 這種的東西是破壞 在華人的社會裡面 有民主的國家的可能性 所以這是違背 一個進步 還是有很充分的 時刻的人民 台灣人民 應該很清楚 去了解到 我們應該頂笑什麼 去批評什麼 反對什麼 所以老實說 老實說 你覺得說 現在要選這些人 所營造的氣氛 好像台灣目前為止 是沒有民主沒有自由 好像亂七八糟 是貪腐了 很善想 可是被他描述的氛圍 好像台灣走向是一個 威權專制的國家 事實上不是這樣 你如果沒有租款 你怎麼會有和平呢 可是在國家認同方面 其實在世界很多國家都有 國家認同的問題 但是唯獨在台灣 為什麼在台灣 國家的認同 特別 分歧特別嚴重 尤其到選舉的時候 覺得奇怪 怎麼會你的國家跟我的國家不一樣 是不是說 你又要選總統 你的國家跟我的國家不一樣 你選之後 你到底要效忠哪一個國家 OK 剛才說到親中 我有一個公企 他們不是親中 無論是郭台銘還是國民黨的郭佑銀 為什麼 他們是中國人 中國人為什麼需要親中 親中兩字 你要做一個語意分析 親是動詞 中國是受詞 主詞是誰 就是講他們 郭台銘 那意思就是說 這個郭台銘親中 那他就不是中國人 他只是採取 比如說我們 如果台灣是一個正常國家 我們也可以親中 我們也可以親美 對不對 他不用親中 因為他本身就是中國 因為他本身就是中國人 所以你說習近平會不會親中 他就是中國人 他會不會親中 所以郭台銘 他的國家認同 他是中國人 所以說到這裡 你可以舉實際的例子 怎麼看出他自認為是中國人 他的主詞就不是那個受詞 所以說到這裡 就是我回答小金的問題 就是說台灣 有人在問說台灣 是不是政黨政治的國家 我說台灣有政黨政治嗎 你通常在一個 一般的民主國家裡面 無論是在野黨還是自政黨 他們所認同的國家 一定是同一個 你說美國民主黨還是共和黨 他們都說我是美國人 他們沒有人會說我是英國人 不會 美國就是英國一部分 不會這樣講 但是 只有台灣 全世界被認定 是一個民主政體的國家裡面 只有台灣 他的執政黨 他的在野黨 竟然有不同的身分認同 他們的identity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說侯友 他說要主張一個中國 還有反對 反對台獨 反對自己的國家獨立就對了 是 他們也是這樣 郭台銘也是這樣 他說 你們認同的國家怎麼會不一樣 如果認同的國家不一樣 我們如何實行政黨政治 所以沒有這樣的政黨政治 政黨政治絕對是共同的一個國家認同 所以這是台灣最麻煩的地方 所以正常的民主國家 他們的執政 他們這個政黨之間的競爭 是在談政策 談路線 但是我們除了政策路線之外 我們還有一個國家認同的分歧 那為什麼 原因是什麼 從日治時代 一直到國民黨 威權統治 進入整個戒嚴時代 這些歷史過往都已經過去了 大家都知道台灣走過 這一種戒嚴時期 這種獨裁端治 到後來 走向民主化就更開放了 大家的生活更自由了 當然隨著這個經濟的高度發展 又面臨不一樣的挑戰 可是過往的歷史都告訴我們 我們在民主化的過程 是一步一步往前進 怎麼會往前進的過程裡頭 還是停留在這種威權的統治底下 甚至還在寄望於我的祖國 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 過去的教科書 的確我們都成功被洗腦的 那現在呢 不是已經撥亂版正了嗎 沒有這個是戰後 中華民國在1949年到台灣來以後 一直是中國毅力統治台灣 所以當初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跟中華民國 那兩個簡稱都是中國 是 所以那個歷史遺留 當時是國民黨 中國是從來在 不管民主革命就是中華民國起來 或後來的社會革命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起來 他們從來沒有一個執政在野的觀念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起來的時候 中華民國就跑到台灣來 所以當初利用冷戰的自由跟民主 共產跟會共產 它維持一個兩個中國的毅力 中華人民共和國跟中華民國 簡稱都是中國 那其實在語言上 中國人這種觀念常常不是國家的 不是像 比如說中國人現在很多 比如說你到美國移民 到歐洲哪一個國家移民 他還是認為他是中國人 那其實更比較明確的 當然很少人用這樣說 比如說中華民國人 或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 他們都省略 省略這個有一種文化上的曖昧性 所以在台灣的中華民國 在民主化轉型以後 在文化上 他仍然沒有脫離所謂中國人這種概念 可是沒有辦法脫離中國人的概念 是留在一個少數統治的殖民性格裡面 不是所有的台灣人都是認為他是中國人 但有一些人模糊說他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 那有些人明確的說他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 有一些人認為他是中國人不是台灣人 這個都有 但是現在的國民黨的統治體制的文化氛圍 他們常常喜歡用中國人也是台灣人 他如果說只用中國人 他會排除掉大多數的台灣人 所以可以讓台灣的國家認同的意理 產生一個不清楚的狀態 產生不清楚的狀態就是說 台灣在1996年民主化改革以後 因為國民黨長期在台灣統治所累積的那種文化上的國家認同 並沒有很清楚的把台灣的國家跟中國的國家 產生一個非常明確的分隔 所以環繞在一個中國作為統化的名稱裡面 他就模糊在這兩種 那是台灣人或是中國人 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或是中華民國人 是法的條件可以規範 你看你的身份證 他們是用文化上的那種曖昧性 來處理這些東西 然後這個本質的背後藏著一個 少是殖民統治的某種意理 這個意理我有時候常常思考 一個是一個政治上蔣介石蔣經國時代的緩共 到後來這些程序者 會不會認為當時的緩共 會造成他們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所形成的中國的國家的原罪 對 我覺得有 這個是一個 就是他們認為當初反共 然後這個是會變成 如果中國已經變成一個強大的國家 可能對這些原來靠著反共 得到在台灣的政治利益的人 他是有一種過氣 應該被新的國家體制清算的一個累積 那另外還有一種 原來在台灣的少數殖民 他是有一種黨國富裕的專斷性 他是長期的少數統治 那在民主化以後 少數統治是不可能存在 他因為票票等值 台灣是絕大多數是台灣住民 然後如果從所謂戰後移入者來講 你用15%這個比例就不可能 因為也沒有以前的那個 戒嚴體制的獨裁條件 所以已經變成說 票票等值在台灣 他可以跟台灣的住民 共同在一定的條件之下 去承擔國民的權利跟責任 我覺得這個是寧可不讓台灣的民主化 形成一個進步自由的國家 也要可能對中國表態 把可能把台灣原來反共 變成親共 互共 相共 這個部分 那這個部分事實上 如果從那個 只對整體中國的發展 我覺得不利的 有台灣的存在 我覺得會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很多人去象徵某種 華聯社會也可能民主化的一種期待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 中國很多流亡者 異議分子 為什麼會爭取台灣 我覺得現在就利用台灣 現在民主化以後的那種社會條件 還有台灣的那種議論 批評傳播條件的那個混亂的氛圍裡面 去不負責發言這種 我覺得這個是一種 台灣政治上的一個 發展上的一個絆腳石 但是我不認為這個絆腳石 會阻擋台灣的民主化的潮流 它會形成我們的障礙 但我相信 台灣應該可以克服這種障礙 這個也是反動分子 就是反民主改革 反台灣國家重建的人 心裡面的焦慮 那這個焦慮 讓他們在講話的時候 口不責言 只有從字典拿出來說 你要有錢或是貧窮 你要自由或是怎麼樣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這種狀況 那台灣 它雖然一步 我看台灣的民主化發展 是一面跌倒一面發現 那還好客觀上 台灣的那個世代變化 雖然有些世代 在那個大眾傳播社會裡面 變成非常比較輕薄 對那個嚴肅的意義 國家意義這個部分 受到那個所謂 後現代社會的那種 去解構化的那個影響 可是我相信 水平的那個族群的那個比重 生活在台灣的在地 這個還是已經提升到 那個民主自由的發展的價值 會珍惜 那世代也是 世代的自由 我覺得世代得到了自由 並不是為了去投靠一個不自由的社會 你覺得年輕一輩呢 在年輕一輩 你有看到希望嗎 我覺得是這樣 我覺得世代的自由 他們應該是知道 珍惜自由 這個自由不是字典講的自由 你要不要自由 不是這樣 而是實政上的自由 當他們生來的時候 與生俱來是民進黨執政 他們生來就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他們覺得沒有這個危機感 然後正常國家 大家理論上當然可以正常輪替 這個是沒有錯 但是正常輪替 並不是必要的民主化的條件 我們看有些國家 比如說如果歐洲國家的左右 它的民主革命跟社會革命 它並不像那個原來共產國家 用那種國家體制的替代 它是在議會路線的保守跟自由派 所以他們在輪替的時候 我觀察到歐洲也是 大概保守主義的政黨 大概三次 然後自由主義的所謂列左的政黨 可能是兩次或是一次 所以保守主義是發展經濟 那對傳統價值的保有的重視 然後那個自由主義跟激進主義是 注重社會公平 但是注重社會公平常常會 又碰到那個經濟發展 會碰到問題 所以英國你看那個 才去的保守政黨 起來就發展經濟 那發展經濟以後 自由主義者開始就會不公平 就會有機會 比如說工黨就開始又會了起來 但是整個來講 那日本就最清楚了 日本戰後的那個自民黨 只有兩次失去執政權 那為什麼日本社會政黨輪替 並沒有說自民黨跟社會黨 為什麼沒有 這個因為日本社會 我觀察到就日本社會的 那個自由跟左翼 它的重點是在那個議論 文化圈報紙的那個社會 那個議論左派很強 但是執政的力量是保守主義很強 這個當然是日本的國民性格 跟日本的國家條件 因為日本在中國的邊邊 所以中國對日本的侵犯 那原來的那個左路線 廣泛的世界的左路線 都跟那個共產人體系的國家 有比較親善 然後戰後的日本發展很快的 日本就覺得就考量到那個左派 像共產中國的那種威脅 威脅線 所以日本也是維持那個 右翼保守政黨 自民黨比較長期 相對長期執政 只有兩次失去執政起來 那日本是 它是一個像中國一樣的專制國家嗎 也不是 它的經濟滿足 社會進步 也有一定的成果 所以人民選擇的 日本的那個自由民主黨 作為比較長期的執政力量 我覺得台灣也可能 但是我當然希望台灣能夠進步到一個 有獨立的國家條件 然後台灣有一個正常的台灣的政黨輪流去執政 那現在的政黨執政 強調那個輪替的原理 是台灣跟中國的政黨來執政 並不是台灣的那個保守勢力跟自由勢力 或是社會意識比較強的勢力去輪流執政 不是 不是這樣 而是在台灣的政黨執政 或者是親中國 親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黨執政 這個不是正常國家的政黨執政 所以我覺得 可是年年都掉入這樣的一個迷思 對 所以政黨執政 要不要政黨執政 如果放在字典 放在政治學 政黨執政當然是好的 那你放在一個台灣的脈絡 如果台灣的政黨執政是 好 台灣的政黨執政 跟中國政黨執政 你要不要這個政黨輪替執政 這個答案也是不一樣的 當然要民主 當然要自由 所以你要不要戰爭 要不要和平 那如果說別人要破壞 要消滅你這個國家 你要不要抵抗 這個問題應該要放在這個 比如說前一陣子不是有所謂緩戰的 緩戰的課題 在理論上在文化它是好的 它不是放在一個絕對空間裡面去討論緩戰的意義 它是放在一個相對處境 它緩戰的意義才能夠被討論 所以我覺得台灣的不成熟的國家 不確立的國家體制跟不成熟的民主化體制 提供了這些政治的野心分子 那這些野心分子它也不是保守派 也不是進步派 它事實上是親中國派 然後把台灣當作籌碼 然後希望透過這種政治破壞跟結構 毀壞台灣國家重建的機會 跟國家發展的條件 那目的是什麼 我覺得目的不是為台灣人民 目的是為現在的中國 也不是為中國人民 是為中國統治者所期待的某種國調 因為台灣的民主化 我覺得是對中國是某種威脅 是一個威脅 那我們很少提到 因為台灣的民主化會讓中國內部 保持某種對政權可能形成的挑戰 這個是我想林俊文不樂見的 是 那台灣我記得台灣雖然小 那台灣已經經過那個歷史的特殊條件 好不容易先來後到的人 在台灣發展出來一個非常特殊的 有國家條件沒有完全完整國家形式的國家 我們的努力是怎麼樣去把台灣的國家化的法制 國際條件弄得更完全 那形成一個我們以後的子孫 不必一直在為政治問題 我覺得政治不應該變成日常的問題 政治在正常的國家 並不是每一次選舉大家就會拼得你死我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 一個國家正常化的國家 並沒有天天在談國家 台灣的中華民國論者 我常常提到 沒有一個人在自己的國家常常講中華民國 比如有一個人在罵子帶著中華民國的國徽 有這樣的人嗎 我們在自己的家裡 你在你的家裡 我說我姓廖 我在我的家裡 在小鳳家裡 我們以後會強調我們姓李 我們因為在自己的家裡 認同就是很自然的 那台灣這種強調帶中華民國國旗 也不知道中華民國在歷史上流到現在 它是有問題 那台灣現在接受中華民國在台灣的狀況 這個是一個現狀上的政治作為 不表示這個作為將來一定永遠是這樣 如果台灣為了台灣的國家的存在論 也許或是說中國會認為說你的中華民國是中國 所以侵犯到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意味 也許有一天像馬來西亞當初對西加坡說 你們去獨立好 或是世界上的國家認為說 好 要解決台灣問題跟中國問題 如果是中華民國對中國有 還有歷史上遺留的群權 也許換世界的國家說 要求你這個中華民國要改變你這個國家名號 這個放在郭台銘在做經濟 經濟上是最合理 就你的公司被併購 被惡意併購 你不會說你將來四五十年的一生 都還一直想說 我那個公司併購那個是我的公司 人家是透過股票公開上市 或者是威爾所在已經拿到你的公司 你一定好好的去經營你的新的公司 如果有機會 你再去併購別人的公司 不會說我這個公司 如果要一個新的名字 我不要 台灣應該也是這樣 所以很有意思 台灣出現了非常多民主國家 所沒有的現象 是不是呢 而且長期存在 某種程度是一種併理的現象 台灣民主國家沒有的現象 第一個就是最明顯的 我剛才講的 怎麼會是政黨 不同的政黨會有不同的國家認同 然後第二個現象 台灣的候選人裡面 竟然會出現反民主的人 那現在現成的這幾個 就是很好的典型 我們看郭台銘怎麼說 民主能當飯吃嗎 你現在出來要搶去就是民主啊 你如果民主不能當飯吃 你很不喜歡民主 那你就賣出來 這講這種話 全世界沒有一個民主國家的正式人物 甚至一般公民好了 也不會懷疑說 你民主政治是要做什麼 要不要當飯吃 一般公民也不會這樣講 但是這個人竟然會講這種話 講這種話也就算了 竟然有那麼多人跟 那你就會 你會發現說這個是一般民主國家不會的 那如果講這種話 在一般你在美國 你說無論是拜登還是川普說 民主政治幹什麼 民主政治又不能當飯吃 你會叫人搶死 我告訴你 但是他竟然可以 我們再看另外一個人 這麼多人追隨 這麼多人 你在發你 你是在發我嗎 你知道什麼叫做民主嗎 然後我們再舉另外一個人 柯文哲 柯文哲 他後來也 大家都知道 他崇拜毛澤東 是 毛澤東是什麼 大獨裁者 全世界公認的大獨裁者 又殺了那麼多人 然後他到延安去朝拜 所謂的革命聖地 那個是建立一個共產獨裁政權的地方 然後你去崇拜他 然後甚至柯文哲還講過 他很討厭議會 他討厭到什麼程度 一用英文表達 Hate 我很Hate 一個會 對議會會痛恨的人 你竟然出來選總統 這是一般民主國家 不可能出現的候選人 我說一句話 這是澳大人 我沒有 我不需要對澳大人罵 我要罵這個 把澳大人賣回來才能 你不知道這個是反民主的人嗎 你們這去年在幹什麼 跟他這樣吼叫在畫什麼 所以這是台灣的危機 第一個 國家認同的錯亂 分歧 第二個 民主政治 還沒有辦法 普遍在一般國民的內心 所以沒有辦法一般內化 所以 還有很多現象都看出來 譬如說 台灣現在還有一個 為獨裁者所建立的紀念館 蔣介石的紀念館 你們在什麼蔣公 蔣公紀念堂 中正紀念堂 2000年阿扁 也做了8年 蔡英文2016有8年 也換不掉 對 16年來為什麼都沒有辦法解決 換不掉 就說 有很多人一一不捨 還在懷念蔣公 所以你說要把它換掉 他們就開始鬧 族群對立 奇怪 這跟族群什麼關係 難道因為蔣介石是外省人 所謂外省人 所以難道今天所謂的外省人 都喜歡這些獨裁政權 那受害者呢 受害者表示沉默 他們的聲音就不需要被聽見嗎 一般人無感 所以一個民主國家 不可能出現對獨裁者的懷念 還幫他建紀念館 你今天去德國看看 會不會有希特勒紀念館 你今天如果宣揚納粹主義犯罪 你還把納粹的旗子拿出來 你犯罪 人家一定都很清楚了 為什麼 因為他是獨裁 而且他是反自由的 所以我們在自由哲學裡面 有一個概念很重要 自由不能做自我的否定 你沒有主張不自由的自由 你沒有反自由的自由 所以這些人是反自由的 我們看郭台銘 我看剛剛那個短片 對 我們現在民進黨政府是獨裁 我說你很錯亂 你這個人是非顛倒價值錯亂 我們回到歷史去看 蔣介石的獨裁的時候 你為什麼不反 然後現在對岸的習近平 夠獨裁了吧 全世界都知道 然後共產黨一黨專政 夠獨裁了吧 然後你不反 你也覺得沒有關係 那你的所謂反獨裁是什麼 我就發現說 你的民主政治的概念很亂 所以他也許也用民主兩個字 但是你的意識形態裡面 你的內心其實是反民主的 那習近平跟隨這麼多 也代表我們的國民意識 公民意識非常淺薄 非常淺薄 所以這是我很擔心的地方 像這樣的獲赦 這種候選人 在一般民主國家 是不可能生存的 更何況如果另外一個柯先生 那更是語無倫述 常常用今天的話打他昨天的話 裡面你們就發現說 他們兩個人英雄主義很強 那種個人英雄主義 我不是講個體主義 有個體主義是民主政治的基礎 是他們的個人英雄主義 很強啊 你像那個郭台銘 他在他的公司裡面 員工沒有好好看他一眼 被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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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ed掉 有這個case 你這麼竟然 我這大老闆 你竟然沒有正面看我一眼 這樣被他fired 這個夠獨裁了吧 柯文哲更不用講了 他對女性的這個歧視 對部署的歧視 那個都不是一個一般民主人格 所應該有的行為 所以這樣的人 竟然出來選舉 而且還有一堆人在跟 我就發現說台灣很糟糕 台灣的民主自由 基本人權的那種概念 其實還很淺薄 那這是什麼現象 為什麼地方派系 尤其是有一些有幫派 黑道背景的人 都是緊跟著 像郭台銘這樣的候選人 這個反映出什麼 台灣現在的政治問題 是1945年 二字端的結束以後 台灣接受祖國 所開始發展出來的問題 沒有解決了 因為台灣沒有負起自己的主體責任 所以我們接受了一個 別人取造的一個國家 然後1949 我們大概中華民國來台灣 四年大概 他就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 所以他就用中華民國在台灣 然後用戒嚴統治體制去治理台灣 那這些條件形成了 目前在台灣的那個 所謂國家或是準國家 或是不確定國家的國家條件的社會問題 所以 蔣介石的時代 事實上要承擔中華民國王國的責任 但是生活在台灣的那個 現在很多中國國民黨人 是把中華民國在台灣再生的責任 換成為中華民國沒法的責任 這個很奇怪 就是中華民國在台灣 本來台灣人應該 用一個新的國庫 跟中華民國平衡中國 其實台灣也許有一天 我不知道什麼哪一天 國際或是中國或是台灣 會形成一個 那個所謂國家民意緩緩 然後解決台灣中國跟世界的問題 我不知道那一天會不會到來 什麼時候到來 你覺得可以用這種方式來解決 對 然後對台灣來講 台灣的那個 並沒有要侵犯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主權 也沒有挑戰 挑戰那個中國共產黨 用革命推翻中華民國的這個國家條件 是原來這個中國國民黨在挑戰 然後拉著台灣人去挑戰 台灣人並沒有 所以台灣人並沒有說 他現在用那個中華民國滅亡論 去激取在台灣很多人的那種 對政治改革走向民主化的某種那種憂慮 是 我覺得這個是一種廣泛上 台灣的那個政治改革缺乏 作為一個主體性國家的文化重建 或者政治改革的沖昏的過照 你剛剛有提到祖國的迷惘 對 觀眾們大家好我是廖小軍 很開心跟大家要分享我們低調籌備多時 終於雲開見日可以大聲說出的事情 我所主持全新的政論節目 真實對話上架了 在YouTube頻道上架 過程當中我們的確把90%精力都花在攝影棚的設計 包括燈光主持人跟來賓互動等等 挑戰台這個創意跟論述內容 是讓每個來賓的觀點清楚呈現 過程當中你可以交流可以交鋒 當然優質節目影響力非常重要 需要每個觀眾朋友幫忙 把大家公開這個好消息同時 也許有人還不知道 但是眾志成城擊殺成塔 請大家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當然這個小小動作不需要花錢 但是每一個動作都是連結你我最好的一個管道 透過了訂閱每一個你們都成為我在全世界的好朋友 隨時都在隨時可以開心聊天 討論台灣的重大事件 當然可以討論包括了國際間瞬息萬變的事情 這個平台我們彼此聽見不同的立場 雖然聲音立場不太一樣 我們需要這個平台一個包容多元觀點的空間 彼此願意傾聽 更重要的是每一個可以講真話 真實對話 Real Talk真實對話的初心就是如此 我們在關心國內外政局變動的同時 更可以認識台灣在區域安全與全球民主聯盟 所扮演的非常重要角色 因為我們信守台灣的價值 堅持對國家的忠心熱誠 期待Real Talk真實對話這個平台 期待你的聲音 期待百家爭鳴百花齊放 我是廖小君 有心就有力 加入我們的訂閱行列 多多分享 讓我們的聲音可以傳遍全世界每個角落 讓我們的聲音可以傳遍全世界每個角落 謝謝 謝謝 謝謝